放起来,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我们这个browser Client团里面的browser 其实资源度相当的长 其实你们也可以在 这个Client团里面 如果要测试还记得 打一个什么 HTML5 然后HTML5 然后HTML5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browser它的support程度 到底多少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 137 所以基本上 我感觉它应该是直接拿 IE里面的object来用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跑出来的结果 跟IE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要跑这个结果 实际上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图 是应该有的图 那这个图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应该是这样 这个看起来应该在 如果在Google里面 Chrome里面看到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它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图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怎么让它跑出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类似动画 那这里面的话呢 需要来撰写这个JavaScript 比如说你第一个你去引用这个 这个Progressy的这一个 这个应该叫做一个元素 一个元件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让它跑 那跑的话呢 必须要怎么样 每一段时间 每间隔 比如说0.5秒 然后它就怎么样 去更动一下 那这个时间 跟跑动的 这一个百分比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调控 那这个地方怎么去调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Source 好了 那这个Source呢 稍微长一点点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再撰写一个 这个JavaScript 这个JavaScript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Body里面 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在其他地方 那其他地方 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Head的下方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那个Head 或者Title的下方 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我的JavaScript程式 早期的话呢 这个Script 必须还要加一个Language 等于JavaScript 那现在的话 HTML5的话 直接就一个Script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早期有很多种Script 比如说还有包含像VBScript 可是现在Script 基本上 应该已经是 以那个JavaScript 也没有其他语言 所以前端语言的话 基本上还是JavaScript 那里面的话 首先 我们在这边的话 画面上面呢 放了几个东西 比如说在Body里面呢 我放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 我给它一个叫Progress 它的ID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叫什么 叫做PB 好了 这个名称 那它最大值的话 你要给它100 另外的话呢 它的一个SPAN SPAN的部分的话 预设是 这个SPAN就是说呢 我的这一个长条 这个长条图的 它的一个进度 那预设的话 我给它0 给它0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结束一个Progress 那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注意 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几个元素 比如说呢 我在画面上会有一个ID 然后呢 我要取得这个 这个元素的话 其实取得画面上元素 的方法 其实跟那个Android 有点像 Android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Findable ID 就是画面上有什么 有没有哪一个元件 我可以用Findable ID 去找到它 然后呢 JavaScript 程式撰写 有一点类似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如果要把这个Progress 这个东西找到的话 那我们程式要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在上面 这边 我习惯是在Title下方 开头的话 是Script 然后呢 我宣告了一个 宣告了一个叫 ProgressBar的这一个 这个是 我们可以把它 定义成一个 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从Duck 从我的文件上面 用什么呢 用GetElevantByID 然后去找什么呢 找PB的这个东西 找到之后 等于是说把画面上面 这东西把它Get回来 那基本上 你只要打一个 这个 Document 有没有 后面再给它一个点一下 其实 在Eclipse有个好处 它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自己帮你 把程式完成 这个是好处 如果你用那个 NodePay Plus 就不行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Get到之后 就给它一个 PB PB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里面是单引号 单引号 然后找到画面上的PB OK 接下来的话 我宣告一个什么 一个I 这个I的值的话 等于0 等于10 等于10 那接下来我写了两个Function 一个Function的话呢 是UpdateProgress 然后 里面的话 传入一个New Value 这个New Value 的话呢 我就传进来之后的话 我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画什么呢 画出那个画面上那个 Bar的长度 然后底下的话呢 一个ShowProgress 那里面的话呢 最后我要执行的话 从Windows 点什么呢 其实Windows 你打一个Windows之后的话 点下去之后 其实它也会自动提示 Windows Set 有没有 Interval 那Interval里面呢 它也会 其实我想这个开发环境 大家应该熟悉 这跟Android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底下有参数 这个参数要怎么放 后面都有一个说明文件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执行的方法 参数一是方法 第二个的话 是什么 一个Lumber Lumber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多久更新一次 会有个Interval 一个更新的速度 那更新的速度的话呢 它是每毫秒为单位 也就是一千分之一秒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如果要0点 要半秒钟的话 应该输入了 半秒钟 输入了 没有 它是毫秒为单位 就500 所以 我要更新 多久更新一次的话 有没有 那就是给500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 那我每0.5秒更新一次 因为它是千分之一秒为单位 所以你给500 那你速度快慢 你自己可以去调控 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给一个方法名称 这个方法名称呢 对应到就是上方这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的话呢 就是如果I 它怎么样呢 小一点100的时候呢 那就去做一件什么呢 update 这个里面的值 那把里面的值 I的值 带过来 然后去做什么 重新画这个 画这个长度 然后上面根据一个span span上面的话呢 去填入什么 inner test 给它一个new value 那利用这个new value 就是我跑的长度 去把它重画 报了之后的话呢 在每加 这个I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每一度 就是加 累加多少 累加10 也就是第一次10 第二次20 30 40 一直到100 如果当这个值等100的时候 要怎么样 等100 如果小于等100 那等100的话 它会跑 反之的话呢 就把它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 去clean掉interval 就是说呢 把这个地方结束掉 那我们run 起来的话呢 基本上 run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 就把它重新refresh 在如果IE的版本里面的话 它那个 好像没有支援那个span 就是那个 图的部分 所以它会用数字来表示 那如果说我今天在那个 Chrome里面的话 把它replace一下 有没有 它就一直跑 10 20 30 然后每间隔0.5秒 跑到100的时候呢 就停下来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程式码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程式码 我想各位 可以参考一下 我那个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讲义 里面有这个程式码 大家试试看 OK吧 画面 是 是 那就是有个l 是 clear 对 所以 那这个方式有看到 呃 这个方式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内定的 在windows 或者你在前面打一个windows 它其实在windows.clearinterval 实际上 跟那个setinterval 是对应的 所以这地方的话 呃 理论上这个应该是 clear clear 應該 看起来应该是清空 清空这个interval 就是说 我把这个 设定时间这部分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掉 清除 那清除 就是说 它可以去更动时间 那 clear interval 的话 指的应该就是说 我把这个 设定时间这部分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的话 这个参数没有 基本上它就不会继续动作了 指的应该是这样子 指的应该是这样子 这里 这里我想 看起来应该是 这个方法的用途 我想这个部分 各位先看一下 好了 看一下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